各位, 今天试一部机器 一看就知道是南亚喇叭 大家好, 我是郭仁,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产品就是 Nakamichi 一个Hybrid 真空管抗音机 重量不是真的很重 嘩, 这边 可以吗? 和大家的想象有多少出入? 它这个面是磨砂面 但是造工很漂亮 这个样子首先不会那么容易指纹 亦都和我预计一样 它是有扩碰机, 有打碰机, 有喇叭 但是除了蓝牙喇叭 它实际上做到的东西有多过这个 首先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 这里是配合 有蓝牙 这个是耳机瓦琳 有耳机 可以插耳机 接着给你教 喇叭, 耳机 任何你教 然后这里有Base Boost Normal 和3D 效果 现在近年 这一类型的一体化喇叭 已经有两样很强的 第一, 因为它有DSP 的帮助 低音的音量可以做得很大 第二, 它有DSP 的帮助 也是很伟大 可以做到一个很过瘾的3D 效果 虽然不可以跟真正SUR1 5.1 相比 但你起码不会觉得你的声音是在单一喇叭的位置散开出来 那就会自然一点 就有开关键 接着就是有梳式 有Bluetooth 有Analog Aux In 有Phono 这个又想不到 可以搏唱盘 还有PC USB 由这个就是Volumn 键 我个人觉得这两个键挺漂亮的 底部呢? 你会看到这里有个洞 应该是一样的反射洞 因为后面是没有东西的 后面没有东西有什么好处呢? 后面没有东西就是你不用摆的时候可以贴后墙 不会担心它又要离开后墙 你知道这些都是摆桌 摆在家居的位置 就不可以 不要太过压位 不然的话就很难摆到一个麻烦的地方 好, 接着我们来看看机器后面 包括因为它唯一的RCA 音 就是风脑、唱头 所以它会有Ground Port 这个3.5mm Mini Jack 就是Analog Audio的In 你看到3.5mm 所以理论上你拨打DAP 手机 一条3.5mm 线过就可以了 或者见到这个USB Port B 正方形的这个 就是拨打电脑 来当是电脑喇叭用 这个也很重要的 接着剩下的就是电 这个是16W DC 大致上就是这样 这个是四只脚 还会有一条3.5mm Jack 头 这个不开了 接着就是火牛 接着就是欧色 英色 竟然没有尾色 输出16W 2.5A 100-204mm 很配色 配上白色 线到白色 这个都可以了 16W 我就没有Linear Power Supply 我用它原装的防盒 本身这只脚 是这样的 好, 开箱完毕 草惊翻了手 为何意爱上正宗 即使今天无情的风雪 凉烈进击掌 好了, 跟大家讲讲SPEC 其实一般这些系统 都是很简单的 但这个有些複杂 是立体声的喇叭 你看到这里, 拆不住 但有图给大家看 中间一个3.5吋低音单元 一只 反射向下 前面也有单元 然后 接近低音旁边 就有两只高音单元 0.8吋 然后 最外的两边 就会有一对 两吋的中音单元 即是理论上 它是三路五单元 然后里面的M 就是有一份是20W 另外有两份是10W 然后20W应该是推低音 然后10W就是推两边的中高音 这样去做 这个M 大家看到这里有个胆 当然这个胆机 就不会是功率胆 因为这支胆 一定是做不到功率的部分 它的温度也是非常低的 所以你看到它有个保护罩罩 罩着 只有几个孔开来休息 为什么要用罩罩 当然是保护的 因为如果它是真正的胆机 可能用的人 就会很小心因为它们是发烧油 但如果我们是一个 LIFESTYLE的音响产品 你弄一支胆 其实就有点危险 所以整个保护罩罩 可以 这个胆 应该我的理解 是因为它是一个 HYBRID设计的抗胸机 所以应该是胆Buffer 但因为它有胆Buffer 所以胆味 是存在着 在这部机里的 亦都我开大声去控制 它也有个底槽 为什么会有底槽 底槽当然是不好的 但用胆Buffer 就是有底槽 这个就是胆Buffer的特色 我们在USB 我们试试用好一点点 我们就是用Rune 我们看看USB 它是这里 没错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名字 这个就是它的USB Audio Class 那里面呢 其实就是 它只有16bit 48kHz USB Audio Class 1.0 所以就会 有点局限 基本上它都可以当你 是一个很基本的 电脑音箱 电脑喇叭 这样播 但都OK的 我们之后录的示范 全部都是用Rune 来播 大家可以听听声音吧 我试过去都最不对着你 我认我 这里有一个3O 分别是Normal Normal就是正常的聆听 另外它有一个Bass Boost 它是Tap 黑了上去 接着低音就会多 如果你是来远去听 或者你觉得它的声音好像 在一个点上 就可以开开3D模式 这个3D模式 其实是挺讨好 我试试的时候 基本上就觉得 三个模式里面 因为这张是木枱 低一模式就不适合听 长期我都会开3D模式去听 效果就较小一点 和开阳一点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 因为它是三路设计的喇叭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层次 其实也挺分明的 因为同一个声音 它有很多单元 分开去重播出来 但也有一件事要留意 就是它本身设计 我相信也是设计给近场聆听 或者放在桌面上用 所以如果你的高音 最理想的位置 就是跟喇叭 摆在同水平的位置听 高频的表现就会最好 这个蓝牙喇叭 当然大部分的人 可能都会用蓝牙接拨 作为一个最主要的接拨模式 但我今次的实试里面 就发现如果它是接拨 那声音表现会更加出色 如果你本身是有一个Player 或者是有DAP 有部旧手机 或者在你的电脑上接拨出来 我觉得大家不妨试试 利用这个接线的方式来听这个喇叭 我觉得会有一个意外的惊喜给大家 它有那个淡的暖和音色 这个很多蓝牙喇叭都不是这样做 再加上品牌 也是一个相当之有内资力的品牌 所以再配合这个经典设计 我觉得这个价位就算是交足功课 如果大家想试听的话 就可以去尖沙咀的新港中心 那个叫酷泊的地方试试 其他地方如果有资料 稍后都会在网页的说明栏里面更新 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NAKA MICHI Music Tube 是一个Hybrid 的胆机 All-in-one 的音响系统 二千多元 这个小型音响作品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们的影片和给个赞我们 未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下频道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片出你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NAKA MICHI 当然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品牌 它们近年的产品 转了去LIFESTYLE GADGET的东西 所以除了这一件半GADGET 半传统的音响产品之外 稍后我会再试它一个IEM 这个IEM是一个两圈一帖的IEM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You gotta watch your back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o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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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 in my arms